张慧妹鼎一连开12场演唱会,已有13人确诊仍不取消,怀孕女星忍痛退票。 近段时间各地的疫情都有所升温,台湾省也不例外。 在这期间,台湾天后张慧妹阔别7年重返台北小巨蛋,鼎一连开12场演唱会,成为台湾娱乐圈的一大盛事。 然而演唱会风波不断,截至4月13日,在张慧妹举办的前几场演唱会中,已经累计发现了13名新冠确诊患者。 这几天,张慧妹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进行得如火如荼,谁知在演唱会后却遇上了连环确诊的状况。 继3日和6日的张慧妹演唱会上出现了确诊患者的足迹后,13日又爆出5位有来自高雄的确诊患者。 其中有4位都曾观看了张慧妹的演唱会,此外基隆也新增了两例。 尽管已经有10多人染疫,可张慧妹及其团队仍然坚持完成这次的演唱会。 张慧妹的演唱会不仅场场爆满,一票难求,她的圈中好友也是纷纷现身,为好友捧场。 贾静文修杰凯夫妇,Selena,林心如,闫亚伦,吴康仁,郭靖等明星都曾出席她的演唱会,有的还上台担任了嘉宾,可谓众星云集。 就在早些时候,女星陈薇因为有孕在身,为了度中宝宝的安全着想,即便她已经到了演唱会的现场,还是忍痛退了好不容易才抢到的门票。 陈薇的做法也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力挺,认为她做得很好。 防疫才是第一位的。